美国最高法院近期传出计划推翻妇女合法堕胎的权利 引发舆论哗然 眼看民众的愤怒情绪高涨 美国司法部长赶紧出面缓家 这场司法与女性权利的拉锯战越演越烈 甚至引起了邻国加拿大政府的关切 加国公共安全部长甚至表示 如果美国公民在求助无门下 想要前往加拿大进行人工流产 会确保这些人受到欢迎 根据流产药物厂商声明 自从最高法院的严拟草稿被泄露后 公司网站上询问流产处方签的女性就暴涨了三倍 他们都在担心一旦法案真的通过 就会失去安全的人工流产途径 眼看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越来越近 合法堕胎的争论也势必成为选战的主战场 不少人都在观察力挺妇女权的民主党 接下来会如何在这个议题中 为美国女性的身体自助成奋斗 欢迎新闻刘青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